要到 怎麼了 緊張 手機先放翻 抽菸到一半被警方找上門 兩人瞬間看傻眼 怎麼會有補速之客 蹲下來 之所以會被逮捕 全是因為這個地方 不單單是一般民宅 甚至是毒品分裝廠 卡西桶 壓末的 警方仔細搜索屋內 查扣毒品原料卡西桶 六百六十六公克 二十九包毒咖啡包 風磨機以及不法所得九萬元 能夠順利破獲毒窟 全是因為兩個月前的這場車禍 五月十一號清晨六點多 白色轎車無視紅燈 直直撞上前方機車 騎士連帶車當場噴飛 重摔倒地後連滾好幾圈 送贏搶救還是宣告不治 雖然警方初步研判 肇事駕駛因為謊神釀禍 但現場疑點重重 飲料後更發現毒品呈陽性反應 他這才坦承在事故前四小時 透過微信跟藥頭購買K他命 讓案情大逆轉 發現 在日前執行 居體搜索 幫派首腦 陽性男子等犯嫌 已經破獲 毒品卡系統 手機 不法所得 咖啡包等證物 毒架害命爆出案外案 警方強勢掃黑 賭協不法分子 在背地裡蠢蠢欲動 三位秀何孟掌欣怡 台北向報道